来 火锅 来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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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 你怎么变懒啊 你个猎狗还不如人家一个宠物狗 来 掉过来 火锅 大家好 我是小北 这个是火锅 然后这个是多多 这是之前 来我们家的一个 这边邻居一个粉丝 送给我的一条狗狗 他们家养了一条拉不拉多 还养了一个这个磕鸡 好了 不要舔我了 然后他老婆生了孩子了 说两条狗喂不过来 看我能不能帮他收养一下 所以我就收养了 他那天开车送到我们家来的 好胖啊 被他喂的 来 来 这里 好好好 来 我撑一下 撑一下它有多重 不要咬了 都不要咬了 那个粉丝朋友他说 这条狗他喂了好多年了 说曾经有个朋友出了五千块钱 他都没有卖 然后现在就割爱 然后送给我收养了 大家看这个科技重不重啊 是不是重整的 我觉得它真的蛮好看的 尤其这两个耳朵 被那个粉丝朋友爱的胖胖的 跑起路来特别的特别的可爱 他没有尾巴 不知道是他到新环境不适应 还是怎么了 我感觉他有点尿频 就是一直要撒尿 而且撒不多 就是一直一点一点的撒尿 不过我阿姨说最庆幸的是 他不挑食 什么都吃 就是搞点 那个菜汤 然后搞点白饭 拌一下他都吃的好香的 这主要是他跟多多抢吃的 然后多多就很可怜 他还别看他小啊 他还欺负多多 一直咬多多 你看钓毛钓得可厉害了 是不是这个季节 春季的时候就是钓毛啊 你看 稍微一动它 就一生的毛钓下来了 叔叔你觉得好看啊 给他给他好看 送给你 要不 给他给他好看 送给你养要不要 我给他帮你去的 我给他给他 给他给他 送给你养要不要 我给他帮你去的 我还真要帮走 五千块钱 五千元 你下手五千元 五千块钱就帮给你 他之前的名字叫老八 然后带回来那个粉丝朋友说 如果不喜欢这个名字的话 可以给他换个名字 所以我就给他起了个名字 叫火锅 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吃火锅 然后那个火锅呢 那个汤锅又是红红火火的 所以给他起了个名字 叫火锅 大家觉得怎么样 一个多多一个火锅 你就是喂大了 要把它下火锅吗 不是 不是 你看你现在压力也大了 儿女双全了 得好好赚钱养他们两个了 你看火锅 那么大食量 是吧 还不好好养 我嫂子说我现在儿女双全了 吃了 一个母的一个公的 给你吃 你看他们吃的 哦 哦 来 哈哈 我怎么样 来 哈哈哈 你给他吃了 你看人家那么辛苦 哈哈哈 来多 你看你看那个懒孙 来 他都不爱吃 来火锅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火锅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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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哈哈